一请缓解 日本内部已经陆续解封 根据日媒的报道 日本政府正考虑松绑入境管制措施 将泰国 越南 澳洲 还有纽西兰列入第一波名单 但是防疫成果备受肯定的台湾却不在名单当中 这是不是有政治考量呢 蓝绿立委把矛头对准了外交部 要外交部持续的努力沟通 外交部则回应已经和日方表达愿意合作的意愿 日本国内逐步解封 下一步更考虑松绑入境管制 不过名单中却没有台湾 各国都是单打独斗 我们台湾有的时候被忽略掉 像纽西兰好像就没有提到台湾 外交主动出击去参与一个安全理由联盟 根据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日本考虑松绑入境管制 第一波国家包含越南 澳洲 纽西兰 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成员 而至于泰国则是有很多日本企业 在当地设厂投资 但台湾防疫表现有目共睹 更是50多天没有本土案例 蓝绿立委质疑外交部没做好努力 台湾防疫做得这么好 那日本也有它的考量 那我相信在一些催化剂 做一些努力之后势必会开放 这个大外宣并没有做得很确实 连日本都没有 那我觉得吴钊县部长欠国人一个说法 也欠我们一个道歉 蓝维炮火猛烈 外交部则有初步规划 还在演绎当中 那我们也已经跟日方表达 我们愿意跟日本一起合作的这个意愿 台湾疫情区换将逐步走向防疫新生活 至于境外旅游何时解禁 接下来有关单位还得再努力 记者夜庭六围城台北长导